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 市民经过南京市鼓楼区 中山路中山桥公交站台附近的时候 发现一名小伙子睡在马路边 一动也不动 担心出危险 大伙赶紧报了警 明镜赶到现场时 小伙依然睡在马路边 报警市民守在旁边 因为不清楚他的状况 不敢贸然上前挪动 我从这边过来 然后呵护过来 我也去就没注意 再次去看这个人躺在这边 然后去去回来 去回来 民警又是掐人中 又是掐糊口 试图唤醒这名年轻人 但都没能成功 民警打开小伙子的书包里 发现里面有身份证 苹果手机 还有苹果电脑 身份证显示小伙子姓汪 18岁 家住北京 与家人联系后 得知小伙子今年刚到南京上大学 最久原因 家人并不清楚 民警随后 将他送到古楼医院救治 医生检查 王某细喝酒过量所致 酒醒后 班主任来医院 将他带回学校